不堪照顧常年生命的父亲 男子狠心是父 警方赶到现场 但人不知 嫌犯被问到为什么杀爸爸 他只回应社会悲歌 近年来照顾崩溃事件 屡屡登上新闻版面 显见长期照顾压力非同小可 伊甸基金会举办老人照顾服务计划记者会 邀请因演出戏剧 妈别闹了 再度登上一幕的艺人Billy 担任公益大使 号召社会大众关注长照家庭的处境 永老同行坐回来 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老人照顾服务计划 做每一个需要的家庭最坚实的后盾 我觉得现在我们要面临的问题就是说 子女他一定也有工作 除非他没有工作的时候 比如说周末的时候他会来照顾你 但是平常我们也不要假如是长期 你也不希望去影响他的工作嘛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不公平的 你一直在照顾你 然后他变成说他的事业怎么办 然后他照顾你他其实也很辛苦 所以我会觉得假如能够说 有一些朋友年纪大了 大家可以住在一起 我觉得那个是太好了 所以也可以互相照顾 最重要就是要健健康康 对我觉得大家年纪大了 每天绝对不要闷在家里 就说坐在那边不动 像我其实是一个很懒的人 我不太动 但是我就会告诉自己说 我们不要人家照顾我们 我们就是每天一定要想办法出去走一走 散步家里周边公园 看看人 然后这样走一走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种种花草啊 对不对 我觉得就是想办法让自己开心一点 然后阳光一点 动一下 每天伸展 我觉得这个都是对我们心情很多帮助 因为年纪大了 现场也邀请到伊甸居服员 同时也是长期照顾者的念词 与担任社工的女儿秦星 到场分享自身照顾经验 以及如何寻求社会支持 之前是在工厂上班 然后车程又远 OK大家都已经六点多 有时候塞车都已经六七点了 其实妈妈是一个人在家的 其实你虽然在工作当中 有时候也会担心 她一个人在家里面看电视 会让她老化很多 尤其是我就觉得她也是很孤单的 在家里的人 所以后来就是感觉上秦星 我的女儿她是做那个社工 社工 然后她因为在我长期看我照顾妈妈 然后情绪也不是那么的好 因为有压力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也在教会里面 然后服侍一个身脏的朋友 然后推轮理 然后女儿看我体力还可以 就力量还可以 推轮理还蛮安全的 她又介绍我说你要不要去受个训练 就是属于居家服务的服务员的训练 那我说好吧 那我就去搜寻看看 然后搜寻完了之后 就一个机缘就可以 因为刚好我们公司工厂 因为疫情的关系 然后就经历比较困难就收起来 那我就考上了执照 然后就想说 地点基金会在三角有个机会 西武肺居家有个机会 就我就去面试 面试上 所以后来有这个机缘 那在训练的当中 其实我也照顾到我先生 我先生是因为鸡椎开刀 然后受伤开刀 然后我就去医院 用我去受训的这个尝试 就是去服侍我先生 那我们社工人员的角色就是去看 我们的家庭照顾的现在 他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服务 有什么适合他的资源 我们连接给他 那我们也会就是定期的追踪 和关心 那如果像是有一些家庭暴力 或自杀这些等等 有可能会引发家庭悲剧的 这些高风险 我们都会特别的去关注这样 那我们其实具体的 除了这样子个别化的服务之外 我们也会办一些免费的团体 或是课程去教导一些新手的照顾者 他们不知道怎么照顾对疾病不了解 或者是对于就是一些服务啊 或资源这些一些没有碰过照顾 真的就不会知道的资讯 我们去告诉他 对那范围团体就是也是 像邀请我妈妈这样子的家庭照顾者 他们一群人 然后对彼此是更了解 彼此平常都在做些什么 他们一定就知道 然后可以同理大家 对对对 那成为一个彼此支持的力量 对那我们其实也会希望呼吁就是社区的民众 更认识我们家庭照顾者的需要 那我们也会办选和活动 然后我们请照顾者就是寻回 然后手冲咖啡给大家喝 对就是分享 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家庭照顾者的需要 跟他们的故事一样 其实长照服务是很好用的 可以帮忙到家里来 你可以有人帮忙你照顾 但为什么这个家庭 或是这个照顾者没有使用呢 我们去深入了解那个原因之后 发现其实不一定是照顾者本人不想用 可能是他的亲戚手足 对他有一些想 就是觉得说 照顾本身就应该是你的责任 怎么可以交给外人 那或者甚至是有些长辈 他们的观念就觉得外人到家里来不太好 因为没有用过服务 所以不知道 对所以我们就是了解了这些原因之后 我们慢慢让照顾者知道说 其实照顾不只是他一个人的责任 其实是整个家庭 然后整个社会 整个国家都需要一起来承担 那我们就是政府有这么多的资源 那我们伊甸基金会也承接这么多的承担的服务 那就是希望可以帮助者 可以在面对照顾这个工作 有一个很好的挑事 那他们不会因为照顾而失去自己的工作 或失去自己的人生 记者会中伊甸基金会也公布一份针对18到45岁青壮年 对长期照顾的看法调查 我们的青壮人对于长大疫的看法 有七成的人认为应该由子女来负责 照顾长辈 但是另外一个数据看到 我们的长辈其实在对于自己老的时候 只有一成七选择子女来负责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社会的现象就是 很多的长辈 尤其像少子化的时候 很多的长辈知道他的儿子和他的女儿 他的未来的一个家里 可能在经济 可能在社员上面有很多的压力 所以他也会觉得说 如果完全依赖子女 对他们而不是造成负责和负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老人家 有可能会越来越无聊 好 越来越 我们可以这么讲 老人家在社区里面的生活 有可能会越来越没有办 所以我们期待借由医院基金会 整个服务过程当中 我们从社区 我们从日监早午 我们从居家服务 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传习 我们更重要的是 希望大家能够关心长辈 了解长辈 正式长辈的需求 今年到老师1.40年 我们也期待我们的长辈 我们的医院基金会 在整个服务过程当中 我们过去从而上 从生性障碍到老人造物体系里面 我们可以串延时的照顾 我们期待更多的资源 我们也期待更多的社会朋友们 能够关心 能够支持伊甸基金会 面对超高龄社会的到来 伊甸基金会邀请社会大众 一起永老同行 奏灰癌 用一杯咖啡 倾听照顾者的烦恼 分享长照的重要 让服务不间断 让爱永不止息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道 美丽又大王 向前一位 能够提供一位